据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消息,嫦娥四号探月任务搭载的装有棉花、油菜、土豆、米兰剑、酵母和果银六种生物的科普达赫事业,在嫦娥四号引来的第一个集含月夜制时已经结束,这意味着,有中国人开啃书的全人类,在月球表面的第一块菜地,在植物发芽之后,最终已绝收收尾了。 据此前报道显示,在1月3日,嫦娥四号院着陆在月球背面的第一天,这个搭载有六种动植物的生物科普试院赛赫,就已经加电开机,并给一只处于休眠状态的植物种子浇水了。 随后,这六种动植物,便正是进入在月球表面生长发育的奇妙旅程,而在1月5日,这个生物科普试院赛赫内自带的监控相机传回的照片现实, 赛赫内已经有植物的种子发育为培根了。 1月7日传回的照片则显示,这个生物科普试院赛赫赫内的植物长势醒人,其中,棉花种子已经长出了嫩芽,成为自故意来月面上第一株发芽的植物。 这表明这项科普试院赛赫,接受住了月面残酷环境的考验,只要条件合适,地球植物也能够在月面低重力,强辐射,高了差的严峻环境中弯强生长。 棉花已经发芽了,土豆还会晕吗? 众多网友也纷纷对作为粮食作物的土豆充满了期待。 但在1月15日,这项生物科普试院赛赫总设计师,重庭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谢更新教授却介绍称,1月12日,在嫦娥4号登陆月球被面塑料经历的第一个月夜之前,地面发送了生物科普试院赛赫断电指令,赛赫正常关机。 赛赫内部在越野温度零下52摄氏度的情况下,所携带的6种生物,将结束本次科普试验使命,处于冷冻状态。 在下一个月周期温度上升后,在全封闭状态的生物科普试验赛赫罐中,6种生物将被慢慢分解成无害的有机物,并将被永久封存在生物科普试验赛赫内部。 今晚长时间良好,开花结果指日可待的月面浓作物,突然被断电给安乐死了,一时间血网同杯,都已经在热烈讨论着月球上的土灯,怎么做会比较好吃的网友,突然等来了这样一个噩耗,大家一时难以接受。 这种心情就好比好不容易排队买到手的网红奶茶,还没喝上一口,刚欲出门,掉地上了。 不仅是中国网友对这些承载着吃穿梦想的月球浓作物,突然觉受呜呼哀哉,就连国外也是一片恶腕叹息之声。 国外一家航天资讯网站,就以中国的月球植物相消育为题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,文章第一句话就尽显悲凉之色,作者称,月球再次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了。 有读者表示,听闻包括土豆在内的月球浓作物突然就死了,他差点就哭了出来,不知道为啥,大概是因为马特达忙吧。 还有网友对死去的月球浓作物表示哀悼,愿他们安息。 那么,寄托着无数网友月球云种蔡梦想的生物科普试验在喝,怎么突然就结束了呢? 毕竟根据前期的设想,这些动植物可是又在月面生存将近三个月的啊。 为了让六种动植物能够在昼夜温差,达到将近三百度的月面成功生存, 先头研制这项科普在赫的重庆大学科研团队,可谓是绞尽脑汁。 为了让这个装有4叶栋植物的罐子内部,保持在1摄氏度至30摄氏度,这个是一栋植物生存的温度。 他们不仅给这个罐子穿上保温服,还安装了运用建筑文空园里的空桥。 在月宙时,利用长额4号的太阳能电池法整体供电,在月夜时,则通过高能量密度的内置电池供电, 以保障这个生物科普试验赫的保持在适宜的温度内正常预为。 但是根据这项生物科普试验赫总设计师,重庆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谢耕新教授介绍, 由于长额4号的赫空间非常有限,只能为这项科普性质的项目,提供3公斤的赫荷限额。 但研究团队,最终还是把这个生物科普试验赫的总肉简置在了2.608公斤。 这一次也没有带在月夜时,用于给热控模块供电的电池上去, 所以在月夜来临之时,没法给这个生物科普试验赫和供暖,只能忍通隔海。 在1月12日,长额4号登月后经历的第一个月夜之前,主动发送断电指令了。 从拆机制断电,生物科普试验赫带为工作状态良好,累计工作时间长达212.75小时, 主副相机累计拍照30次次,下传照片170多幅。 预诊器保持良好的持续通信状态,并实施传回温度、电压、气压等各项摇测数据。 通过照片数据和摇测数据分析,设备内部水已完全浸润土壤、温度、压力等,完全符合生物生长发育的要求,达到设计指标,部分指标超过预期。 因此,可以说,以科普为出发点的此次试验,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的科普使命,研究出动植物在月球低重力、强辐射、自然光照条件下的生长发育状态,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在荒芜的月球表面培育植物发芽,并生产出第一片绿叶。 这些成就,都将为未来人类在月球建立基地,提供研究基础和经验。 所以,虽然咱们在月球开肯出的这片菜地已经没了,但它注定已经载入了人类史册,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而言,此次戴上月球的六个鲜活的小生命,也是维权人类它所为之而现身,从这个角度而言,它们的离去,似乎还有了些悲壮色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